当地的官府啊 对这些人很头疼 为啥呢 这帮人呢 是社会治安的隐患 同时他不怕你把他抓进去 正好你抓进监牢里 吃工具饭了 我省着要了 所以后来有一些官府呢 发现呢 这些人可以利用 对不对 我让你组成帮派 我给你指定个盖头 就领头的 官府来指定 有点事 我告诉你地面别闹事啊 你把这个给我管好了 当然这个盖头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 你封谁为盖头很有讲究 这个人得有组织能力 而且得有一定的手段 还得有一定威望 有时候那盖头 你想象乞丐领头的 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他穿的破破烂烂 他不是 像刚才我说那金老大 日子过得相当好 然后真有些什么大事小情的 官府不方便出面的 让这些乞丐出面 还有些比较脏的活 你比方说 这个死尸入恋呢 像这些事 都有盖头领着 要犯花子干这个 咱们看水浒传里边 潘金莲 西门庆王婆 合伙把武大郎给堵死了 那么武大郎 这个尸体入恋 谁干的呢 有个叫何九叔的 也是武座 他来给这个入恋 这何九叔是干嘛的 盖头 就要犯花子领头的 所以像武大郎入恋 像这样的一些 比较脏的事 大伙忌讳的事 由这盖帮人去承担 所以武松回来 先找何九叔 我哥哥怎么死的 我哥哥死时 什么模样 七窍内 有鱼血 唇口上 有齿痕 那你如何压了公文 掩了失手 小人是 被迫 无奈呀 你与我写下供词 到泄牙 当堂对正 所以这时候 盖帮和官府之间 他存在着一定的勾结 所以有时候 官府对盖帮的作为呢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像咱们看说 胡锡公 萧锋领着那盖帮 又什么抗击军兵 又抗击辽兵的 又什么仗义的 这在历史上 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要犯这班 已经到这程度了 生存是第一位的 这要犯的基础 是哪类人呢 咱说老弱病残 是老无所养 幼无所治 残无所为 是这一伙人 而且基本的状况呢 那得叫是 家业失禁 亲友不认 安身无处 谋生乏术 就这样一帮人 而且过去呢 地方的政府呢 为了表达这种慈善愿望呢 经常的呢 修几个大的这个宅院 房子 比方这房子有个 十来间二来间 干嘛呢 就说真有的要饭呢 过不下去了 在这过一宿 你只是暂时住 你不能天天在这待着 那么时间长 这个地方变成什么 变成盖头办公的地方 它甚至成了一个小衙门 这小衙门干嘛 盖帮有盖帮规矩 你要坏了规矩 你比方七十灭族了 什么强抢了之类的 那好 你弄了之后 怎么罚你 给你租出盖帮了 因为你按你那规矩来 所以这是盖帮的 大致的生存形态 小规模 一般来说也就是 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再大规模的 都不会超过千人 所以说盖帮绝不可能 像武夏娃说的 呼啦啦那么多人 那是绝不可能